想改变内心变成修行 一定要启发内心的佛性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师父不让你们和异性多接触 就是让你们要收敛心性 都设六根 避开六成 少看少接触 就离诱惑的机会越远 犯邪淫的几率就会降低 师父还说 自古以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 喜欢在山上修 因为和外界的隔阂 才能断出你的贪恋红尘之心 才能在你心中不起分别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父 弟子的身体渐渐康复了 是师父承担了弟子的业力 感恩师父的恩德 师父 您就像父亲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心灵健康 就像关心照顾一个在人间什么都不会的小宝宝 您事无巨细 既教导我们生活方面注意的问题 又教育我们如何做一个真人 不虚度光阴 不荒废 狭满人身 师父 孩儿已学会成长 会坚强勇敢 继承您对众生的真心 真情 真意 不假假的对人 祈愿师父 一定辞幼 真修实修的好佛子们 保佑他们 感恩师父 很想念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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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元宵节 在爸妈家吃完晚饭 打车回来 正好停在小区对面 我们就下车了 很正常地穿过马路 刚刚穿过马路 不知道怎么 我就看到一个慢镜头 我一个红发手机 才慢慢掉下来 并且没有声音的 平时我也不会回头看 感恩菩萨保佑 手机是在包与衣服之间夹着 并且走了一百多米 才掉下来的 如果没有提醒 没有瞬间地回头的意念 不是就没有了吗 师父说过 真修之人必有护佑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坚持学佛念经 十多年胃病困扰 得以解除 以及生活经济逐步好转 2019年11月 我有缘接触到心灵法门 2020年5月28日 在师兄们的帮助下 我顺利设立佛台 此后 我每天坚持上香 坚持做功课 有时和师兄们一起 随缘放生和读白化佛法 坚持了几个月后 奇迹发生了 我十几年的胃病好了 真是太神奇了 这都是菩萨慈悲呀 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通过念经还债 减少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 通过学佛念经 我家的经济方面 也有所好转 2021年 陶的零售价 比往年都要高 甚至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 家里卖陶的收入 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家里人都开心得不得了 我心里清楚 这都是菩萨慈悲保佑 让我家里的经济转好了 家庭也和睦了 这让我更加坚信 修学心灵法门 灵验无比 真实不虚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慈悲保佑妹妹 能够度过手术大关 两粒子宫肌瘤神奇消失 妹妹突然检查 有一粒很大的 像芒果般的子宫肌瘤 必须要开刀 医生说最好把子宫一起切除 要不然它还会再生 手术很成功 从照片看了一下 肿瘤像大芒果这么大 太可怕了 过了一年左右 妹妹感觉还有疼痛 检查出来 还有两粒肿瘤 必须要动手术切除 后来佛有指导 可以用法会的功德 来消除业障和念小房子 妹妹就用一场大法会的功德 请求菩萨慈悲 保佑手术成功 与消除业障 真的很神奇的是 去到医院开始要动手术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间 医生说 我先看看你那两粒子宫肌瘤在哪里 然后才开刀 医生说 真奇怪 找不到了 不见了 可以回家了 不用动手术 很神奇的是 两粒子宫肌瘤神奇消失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妹妹 能够度过手术大观 妹妹现在身体健康 成功戒烟 也找到正常工作 几十年的头痛也好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所以心中有别人自己发喜充满 为尽虚空变法界的慈悲心 你去做好了 你的一念的功德力 就会尽虚空变法界 这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 觉得太少了就不去做 以为没有功德 记住了 水滴虽微啊 剑营大气啊 这八个字明显感觉 鼓掌声音不响 因为没听懂 水滴虽微 就是自来水啊 一滴一滴 虽然很微 很少 渐渐的 银就是装起来 成为一个很大的城汽一样的 现在知道了吗 告诉你们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你们听了之后 保证感动 佛陀当年有一位弟子 他的眼睛慢慢慢慢地看不见了 他呢 一直看不见在穿针 穿了半天 穿不过去 他就说 他眼睛看不见 他就冲在外面说 勤恳发心积功德的 请为我穿个针吧 他就在这么讲 这时候 佛陀正好从他的身边经过 佛陀伸出手 接过他手里的针 将针线穿好之后 他不知道是谁穿的吗 就递给他 结果他说 哦 谢谢 结果佛陀就说 我是一个喜爱做功德的人 这个弟子一听啊 哎呦 赶紧跪下 佛陀 您的功德已经这么大了 您不缺乏这么一点点小功德呀 佛陀告诉他 你知道吗 我还是要不断地具功德 我今天的功德 我今天的功德之所以不缺乏 乃是由于过去生活中的点滴和累积而来的 我们学佛不同于世间学习一些知识 因为我们要学了才想起这些知识 但是学佛不一样 因为学佛本身就是要学会生活 佛法离不开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佛法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行人应学习佛菩萨大般若智的信愿行 就算自修得到佛菩萨的果位 也要有愿为众生载入生死 践行大乘佛法的牺牲奉献精神 这样才能真正超脱凡间 归入佛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